在这里首先感恩我们的造物主神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朋友们聚在一起 我们共同来成就这一台 2017秋华白时 闲市金融光明赞助的月亮送 中秋晚会的新闻发布会 9月11日由闲市金融集团冠名赞助 白时华人联谊会陈林舞蹈学院 素理成人高中总会联合主办的 2017秋华白时月亮送中秋舞台剧 新闻发布会在Metro Town办公楼隆重举行 晚会的赞助商闲生林先生 及主创人员丁秀云女士 张静先生 陈林女士 张军女士 宁宁女士 姚继梁先生等等参加了发布会 本次晚会将在创意 视觉 编排等多方面 开启温哥华华人晚会的新篇章 晚会冠名赞助商闲市金融集团的创办人 贤生林先生发表了贺词 这么多人辛辛苦苦来办这个晚会 实际上对咱们华人社区增加了很多精神的享受 这个是咱们移民到这个国家的话 也能够感觉到咱们中国文化这个深的这个底蕴 陈林舞蹈学院院长创始人陈林女士 负责这次晚会的舞蹈编排工作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张军老师将担任这次演出的一个重要角色 这个舞台剧呢是通过以嫦娥这条主线 然后呢就一次她的一次穿越到了凡间之旅 然后就结识了她对于人间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 但是最终呢她还是要回到她的天宫 因为那里才是她生活的地方 美女导演宁宁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这部大戏背后的故事 然后我就说那你得帮我 如果跟我来的话我真的是 就是我们学会大家出名我们有上没有这艺术指导的话不行 然后张军老师非常非常的很很给力的来做这一次的那个艺术总指挥总导演 她看到了人间那些一些这个不同的景象以后呢 就产生了要下来看看她念头 产生下来看看她念头以后呢 她就跟那个月神就说了 月神呢就说 说你到了人间以后啊 你可能就不想回来了 或者你回来可能还会更寂寞 这样我们又约定呢 下次月圆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去的话 下次月圆的时候就一定要回来 于是呢嫦娥就下来了 这名画家及书法家姚继良先生 亲自书写了发布会现场的横幅 最后全体参会成员合影祝贺 在此BC贝也预祝这次晚会能够圆满成功 BC贝温哥华港湾的粉丝朋友们 大家中午好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温哥华港湾和我们白石华人联益会的关注和支持 在这我们2017秋华白石新闻发布会发布之际 把我最大的感谢 最美的祝福送给你们 请你们关注我们秋华白石月亮宋的中秋晚会 这是一台原创舞台音乐剧 会带给大家一个最美的艺术的享受 也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份最美好的中秋的团圆祝福 感谢祝福你们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陈林舞蹈学院的陈林老师 我很荣幸我们学院被邀请在今年的中秋节的一个重头戏 月亮宋里面担任一个主办 关键问题是我们陈林舞蹈学院呢 今年刚好是成立了15周年 这里面的辛辛苦苦 这里面的快乐 这里面的我们学生的成长和我们学校的成长 都给我和张军老师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所以呢我们能够参加这台晚会呢 我们很高兴的 那么我们的演员 还有我们的小一点学员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他们对于未来 对于月亮对于和谐的一种美好的一个愿望 那么这台晚会呢 将会使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担任许多重要舞蹈片段的表现 特别是我们的副院长呢 张军老师担任嫦娥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蹈家 一个非常好的舞蹈演员 我们也会参与编排和这个整个的舞台剧 使得它更加的辉煌 更加的温馨 更加的美丽 希望我们的舞蹈 还有我们的参与 更希望这台晚会的展现 带给大家是一个听觉视觉的盛宴 祝晚会胜利成功 祝大家过好美丽的快乐的中秋节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